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处处都是上镜的起立景色 加上独特的海洋文化 对台文化 红色文化和淳朴的民风 使东山岛成为影视成本最小化 画面最美化 效益最大化的首选天然影棚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磐石湾开始 海峡 西游记 古文昌 寡妇村 索尔等近六十部影视剧 到东山岛取景拍摄 西游记剧组不辞辛苦走遍东海之滨 终于在这里找到先进地带 成为孙悟空的出生地 毛猴行走的海湾便是东山乌郊湾 眼前的这个东门语 是中国四大名语之一 因拍摄《珊瑚岛上的死光》得名马泰博士岛 乔琪也因扮演马泰博士迷上这小岛 海峡姐妹在这里唱响 《瑜伽姑娘在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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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湖女侠秋锦》 秋风秋雨仇煞人在这里传送 《瑜伽姑娘在海边》 在这里巴仙过海 在这里寡福村演艺传奇 在这里 佐尔让青春在最美的时光里 遇见彼此 你从小就乖巧 在这里 风在吹 把藏在背后的真心和牵挂 快乐分享 快乐回忆 分享你成长的点点滴滴 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作为古文昌精神的发祥地 多年来 古文昌题材的影视剧 在东山成为影视热点 随着三十集电视剧 古文昌热播 更是让全国亿万观众 记住了古文昌和东山 小而美的东山岛让人豁然开朗 在海天之间 让人从味道上 感觉上 发自内心的碰撞上 感受精神上的熏陶 也吸引了我们来了 最美女拍 民宿里的中国等 综艺节目 来探索 来感受 来品味 从盘石湾开始 影视界名流 纷至踏来 东山渔村百姓 也能如数家珍地 向你介绍 谢静 谢天 赵焕张 张艺谋 刘晓庆 潘红 六小灵童 刘佩奇 西美娟 苏有鹏 林永健 杨子等等 许多趣闻艺事 变成了他们 茶余饭后的美坛 还有南门湾 文工词上 看天池 鱼谷沙州 澳角村 岩雅谷村 苏丰山环岛路等地 很多影视拍摄地 已经成为 网红打卡地 大海 得天独厚的影视题材资源 和外景拍摄优势 在光于影中 无限交织 让东山岛搭上 蒙太奇这艘航船 魅力四射 走向神舟大地 走向世界 东山影视发展前景 就像这片大海 滔滔不绝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勇身 明写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